各位飆迷你們好啊! 好開心啊! 今天又有新錶給大家推介 而且這些新錶的價錢非常商議 但同一時間又非常英俊 所以更加值得給大家推介 這些錶就是 Timex Timex是一個美國的品牌 其實Timex在1854年的時候 它成立不是叫 Timex 而是叫做 Waterbury Clock Company 稍後會再說這個名字 這個系列叫做 Timex Marlin Automatic 其實我介紹過 Timex Marlin 我記得是父親節的巨獻 巨獻即是錶子比較小 是34mm 用手上鏈機芯 有些錶迷很喜歡這個設計 但對它們來說真的太小了 我也接受到 但有些錶迷覺得34mm 太小了 這次就非常好 因為這些是 Marlin 的系列 設計元素都差不多 但錶景應該是40mm 而且是自動手錶 讓大家看看 你騰穿一格 就可以調整到星期和日曆 星期會否是紅色呢? 真是紅色 這隻錶是綠面綠帶 之後有一個滑龍點睛的紅色 非常暢眼 我相信如果我戴這隻錶 每個星期都會期待星期日的內臨 因為真的很銳色 綠色突然有些紅色出現 靠出兩格就可以調整到這個時間 用的機芯都是Miotan 的機芯 也寫著 Automatic 6 時位置 然後12時位置 所以整隻錶的設計很簡潔 是一款非常棒的衣服 但當然了 綠色面綠色帶 即是上班 也不要想著衣服遮蓋 那些手錶 雖然它也不太大隻 但我覺得平時 你穿短袖衣服 寫著Water Resistance 50米 即是生活防水 不要用油水 這隻錶的錶帶這麼漂亮 你也不要用油水 50米 還有這個快拆功能 真的很方便 如果你有超過一隻 可以配合綠色面加啡帶 也沒問題 給大家看看機芯 打磨當然不是它最強悍的地方 我覺得設計真的很強 因為真的很簡潔 但亦非常吸引 最重要是價錢更加吸引 但我七傳的手碗 40mm錶徑 真是怎會不搶眼 這隻潮流味強很多 因為現在很流行綠色的手錶 如果大家想說 上班或更加高級強 這隻也可以考慮 其實錶徑、機芯等等 也一樣 錶帶不是綠色 這次是啡色 再配合白色、銀色的錶面 另一隻錶帶 看到SB Food Tanning Company 這是甚麼 為甚麼突然有隻腳 不是帶在手上嗎 不是帶在腳上 然後看到它寫著Red Wing Red Wing 很出名的 做皮鞋 做HER Boot 即是說 Timex 其實是跟這間很出名的鞋廠合作 除了Marlin之外 還有這個系列 就是潛水款的系列 也是40mm錶徑 這個系列 就叫做The Waterbury Waterbury Automatic 剛才說 剛成立的時候 這間公司 154年不是叫Timex 是叫做Waterbury Clock Company 所以它用了這個名字 來做潛水款手錶的系列名字 寫著Automatic 還有它的錄時 有個Logo 其實都是用W 以及C去形成的 你看到秒針 突然是綠色 以及Counter Balance 亦是用了Waterbury的Logo 所以看起來 好像有波爾手錶的感覺 看清楚一點 就是有一個W 配合它這個系列名字 這支錶是黑面 黑色的錶圈 但襯著這支綠色的秒針 當時又畫龍點聲 好像剛才綠色面 綠色帶 突然有一個紅色的日力 亦是非常吸引的 這支Waterbury的Miotor機心 應該都是一樣的 你看到所有東西都是一樣 亦是有星期日曆的 日力槍 星期日 亦是紅色 即是紅加綠 很硬 這支錶就跟鋼帶 看到Timex 在扣上 有Double Pushers 一按打開 很方便配戴 所以這支錶 因為其他都是皮帶 唯獨這支錶 看到就是鋼帶手錶 有些朋友特別喜歡鋼帶 都很適合大家 給大家看看 潛水錶款 亦有做夜光的指針 以及小時刻度 但是我七吋的手腕 這支錶 我看看 剛才看秒針 有點像波爾 再看多一下 便覺得 有些SEICO的感覺 尤其是配搭位置的設計 這個鋼帶 好像SEICO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了 除了這個黑面黑圈的版本 還有這個綠面版本 配搭這個啡色皮帶 這支啡色皮帶 亦是同一間鞋廠所做的 跟剛才那些Marlins一樣 這個綠色亦很吸引 有些Sunburst effect 它的秒針亦有 counter balance 不過就沒有做綠色了 如果不是綠面六圈再加綠色秒針 便看不到它在轉 給大家看看 剛才那支也是一樣的 100米防水 亦有做透底 戴上7吋的手腕 這支錶其實蠻漂亮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究竟是Marlins的綠面比較好 還是Waterbury的潛水款手錶 綠面比較好 不過Marlins更厲害 是一氣呵成的綠色錶帶 我相信也有些欺人帶 潛水款Waterbury的 那支錶是綠面加啡色皮帶 可能大家會接受多些未定 但如果大家喜歡特別 就一定是Marlins這支 現在一字排開 大家看到的錶 其實價錢定價也不太貴 你看到Marlins這兩支 都在說是2680 最貴的鋼帶 其實鋼帶的Waterbury 都在說是3000多的港元定價 現在當然是特別優惠 我聽到老闆說 這個Marlins那兩支 他說1300就可以了 1300? 那我問 1300不就是低於半價? 1300? 真的突然間更加吸引 真的很吸引 1300機械錶 還有這麼漂亮的綠色面 綠色帶 真是修復了 算了 機芯打磨 就算弱點也沒辦法 真是修復了 1300? 其實這些錶最便宜是1300 也算是1000多2000元的價錢 PIMEX 畢竟是一個很出名的美國牌子手錶 這些還是機械錶 又有斯文款、潛水款 總之我建議大家有時間去到店鋪看看 哪個店鋪呢? 就是西角龍中心裏的時輪坊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頻道 一定有超強的優惠 對於剛剛儲錶的朋友 或是剛剛工作的朋友 想買一隻機械錶 又是出名大牌子的TIMAX 這些錶非常棒 1000多元已經有交易 就算你儲了很多錶 我都認識很多朋友 他什麼錶都有 但他都會買TIMAX 襯衣服 有空買一隻也沒放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像TIMAX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還未訂閱麻煩大家訂閱、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也有很大的推動力 我最喜歡出去找多些可愛的手錶 以及隱世的錶行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這個實惠的分享 拜拜